我身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沙温探测仪 在我们的半边山沙牌中心呢 也是安装了这样一套沙温探测仪设备 这个呢是通过红外线的方式来探测这个沙子表面的温度 而且呢我们在底下三到七厘米处呢 埋藏了两个传感器用来探测沙子底下的温度 在沙牌比赛的时候呢 如果气温比较高 那这个沙子表面的温度它可能会更高 这样呢对我们运动员的一个心理承受力和体力 都将会带来较大的考验 甚至呢可能会导致运动员的脚步琢伤 那这个沙温探测的数据呢 一方面实时会传送到我们的一个气象业务平台 精细化的气象预报带来一个数据的支撑 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沙温的数据呢 会在沙牌赛区的一个气象显示屏上进行一个实时的展示 这样呢给我们运动员有一个了解 然后有一个心理准备 也为我们沙牌比赛的正常开展呢 提供一个决策参考